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西施 王昭君 杨玉桓和貂蝉四位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其中的一位杨玉桓 既然被封为四大美女 那么长相应该是不错的 而且人家可是当时最为受宠的杨贵妃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杨玉桓的长相放在现在来说 实在是跟美女不专业 可能是符合当时的审美观吧 我们就不探讨她的长相了 就是这位杨贵妃 故事还真是不少呢 关于杨玉桓的死境 居然在日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流传 真是美女到哪里都吃香呀 不仅如此 日本人的观点 更是被拿到现在来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当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杨玉桓就是被唐民皇下 只赐死于马为破下的 这段历史 在李玉桓的新贵妃最久这首歌当中 我们也能听出来 但是历史总是因人而异的 不同的人消息 来源不同 可能流传到现在 就成为了不同的版本 首先说最近年代的学者们 普遍有的一个看法 他们从很多不同诗人的作品当中 嗅到了蛛丝马迹 认为杨玉桓并没有死 只是被皇帝抛弃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 之后因为抑郁 加上对这个地方的失望 最后跑到了日本 第二个是比较传统的说法 根据史书上对杨玉桓的记载 当时安史志难爆发后 晋军首领认为杨玉桓留不得了 希望皇上可以早做决定 当时的皇帝都已经自身难保 在心爱的杨贵妃也已经是深爱之物了 所以便宜伺了杨贵妃一条白领 自杀于佛堂之上了 最后一种是日本传说 但近代经过考评刊登过的结局 说是虽然杨玉桓被赐死于马为泼下 但是行刑的将领不忍心 便找来了一个宫女替杨贵妃死了 而真正的杨玉桓去了哪里 最后是怎么死的 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以上几种对杨玉桓之死的猜测 都是现在比较主流的想法 我个人居然更偏向最后一种 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他来自日本 但是综合各种现象来看 当时的那位执行刑法的将领是陈玄礼 他的确没那个胆子杀掉杨玉桓 万一后使因为这件事情 把他弄成反面人物 他也是不想的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找了一个替死鬼 来完成了这件差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